4月7日有媒体拍到只有司机陪同的贾奶量现身街头 贾奶量走在前面打电话 司机在后方停车 贾奶量身着一件粉色宽松舒适上衣 戴着黑色口罩十分低调 随后贾奶量带司机静止走进一家串串店 迟到傍晚贾奶量才从餐厅中走出